又到了全球现场时间 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 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辞世想其寿96岁 那么她的长子呢 原本是这个查尔斯王厨 也立刻成为了查尔斯三世 成为了国王 那么这个查尔斯三世呢 昨天也首度以国王的身份 进入了白金汉沟 就在这个伦敦时间的晚间六点钟 换成台北时间呢 是十号的凌晨一点钟 首先呢可以看到现场 有非常多的这个英国民众呢 在白金汉沟的外头 热情的和这个查尔斯来打招呼 那么打完招呼之后呢 她进入了白金汉沟 也向全国的民众发表演说 她表示呢会是 结成为全民来服务致死方休 不过刚可以看到呢 她刚抵达的时候呢 表情是一脸的严肃 那么已经成为王后的卡蜜拉呢 也陪伴在她的身边 那么跟民众交谈完握手之后呢 现场民众也热烈的喊出了 天佑国王 但是呢由于因为现在全国还处在 哀悼期间 因此她的加冕仪式呢 恐怕还要再等一等了 那么今年73岁的查尔斯 从王储成为现在的英国国王 她在白金汉宫发表的全国演说 她表示呢会以母亲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毅精神为榜样 为国奉献 至此方休一起来听 那么查尔斯三世的演说呢 透过转播全世界都关注 她在演说当中也提到了长子威廉王子呢 也即刻继承了她的头衔成为王储 并且封威廉为威尔斯亲王 同时呢她也不忘对哈利王子 还有梅根表达父爱 也强调妻子卡蜜拉呢 对她来说相当重要 查尔斯国王表示呢 她和卡蜜拉结婚17年以来 卡蜜拉也结成从事公共服务 此刻她也成了王后 知道呢她会升任人生新角色的要求 而另外来看到呢 英国的资深音乐人Alton John呢 她跟这个英国王室关系也相当深厚 尤其是和已故的王妃戴安娜 那么她在加拿大的当地时间8号呢 得知女王伊丽莎百二世去世之后 去世之后呢 并没有取消这个多伦多的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呢 她也公开致哀了 这个Alton John呢 她说女王一直是她人生当中的重要部分 她将会非常的想念她 但当然你知道 今天我们有最悲惨的新闻 关于她的女王妃威尔斯巴 她是一个很吸引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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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手就不再会 我感到很吸引的兴致 我感到很吸引的兴致 她是为了兴致 她有得尴致 她有得尴致 她是非常努力的兴致 我向她的爱情 和她的亲爱好 她会受到达 Alton John 大家都知道呢 他和这个已故的戴安娜王妃 两个人交情很好 讲到戴妃呢 她是在1997年8月底的时候 在巴黎发生车祸丧命 这个消息一传出呢 震惊全球 去世的当时呢 戴安娜王妃年仅36岁 她的离世呢 不但引起全英国 甚至全世界的悲伤 当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还有家人呢 正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里头度假 接连好多天 女王都没有露面 也没有参加公开的追悼活动 因此引发了争议 那么在舆论压力之下呢 女王才返回了伦敦 并且呢 在这个戴妃出病的前一天 以电视直播的方式表达哀悼 一起来听 第一次我想赴丹安娜自己的赴兰娜 她是一个超级的 宝贝人人 在良好时和悲惊 她没有失去她的赴兰娜 也没有赴兰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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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温度和敬虎 不尽人情 不过女王呢 最终还是出面了 公开哀悼单 那王妃也平息了众怒 受人尊敬的这个元首形象呢 也得以恢复了 那么女王离世之后呢 她留下来的资产 会由谁来继承呢 现在也成为了 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传出女王的个人资产 相当雄厚 原本是多达有70亿美元的 不过呢 因为这个英国王室近年来 是比较挥霍 所以呢70亿美元 缩水到了6亿 算一算呢 是只剩下了180亿台币了 那么这些资产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城堡 有瓷器 珠宝啦 还有一些艺术品 还有马匹 虽然呢 这个遗嘱没有公布 但外界认为说呢 应该就是由查尔斯国王来继承 不过另外 王室的总资产呢 还有280亿美元 台币呢 高达了8600多亿 这个部分呢 是不能变卖更动的 那么女王呢 她也是 讲到她呢 她其实也是这个 史上首位访华的英国国家领袖 在这个访问期间呢 她也曾经和当时的这个大陆领导人 邓小平来会面 而且那个时候呢 女王她是穿了一席的这个 优雅的西装 洋装呢 来参观了长城 也去参观了兵马友等等的景点 那么除了访华之外呢 她也前往了香港 也去看了这个菜市场 一起来看我们的相关报道 一身优雅套装脚踩高跟鞋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前往大陆访问 不但亲自探访长城壮观景象 也前往西安亲眼见证兵马友 还与当时的大陆领导人 邓小平会面 两人留下这一段 令外界印象深刻的幽默对话 女王访华行程对于推进中英关系 功不可没 1997年前 女王曾两度访港军得到热烈欢迎 1975年从中环世界 到访问港人家庭 亲民形象深指人心 1986年二次访问 在沿途民众挥奇欢迎下 探访香港学生与市民临距离互动 才上任仅仅两天的 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 面对女王离世 表示将延续女王精神 全力支持继位的国王查理三世 特拉斯反中和反俄历程鲜明 曾多次发表停台言论 多次顾遇西方盟友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然而英国独立报 2014年报导指出 特拉斯在担任教育和儿童事务副部长时 认为英国的数学教育模式糟糕 跳地前往上海和武汉取经 事后也大力称赞大陆数学教育方针 令他印象深刻 对比今日反中铁娘子的形象 相聚甚远 特拉斯上任首要面对的挑战 就是英国40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 而大陆身为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面对大陆的崛起 要向女王借禁 与大陆维持友好关系 还是向美国抗中车营靠拢 特拉斯恐怕得要好好思考 记者蔡清晨报导